《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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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皮尤共瘦皮夸》 《武色香灰映日華》 《材作衣裳為襪線》 《天流文錦與瑜伽》 我叫謝永亮 賀哲竹 我是賀哲竹傳統服飾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同時我也是賀哲竹鯉皮貼畫級代表性傳承人 賀哲竹是我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之一 平時就生活在東北三江平原上 我的家鄉就是在黑龍江沿岸的加莫斯郊區熬岐湾 我們這個民族以前是以漁獵為生的民族 賀哲竹的這個魚皮藝術 其實也是我們人類一向生存藝術 其實也可以說為寫在魚皮上的一個史書 飲食方面我們最早的祖先就在食用一個魚 我們叫沙生魚 爆花魚 炒魚毛 我們用魚皮來製作服飾 跳魚皮可能需要用到100多張甚至到200張魚皮 拼接而成 魚皮上面打魚骨用口 現在在我們國家的56個祖當中 也只有我們賀哲竹在用魚皮來製作民族服飾 我們的賀哲竹的魚皮畫最早被稱為五指剪指 製作工藝就類似於最早的剪指 後來我們從樓科的魚皮畫到平貼的魚皮畫 從平貼又到浮雕的魚皮畫 從浮雕又到手繡工藝的 魚皮畫的發展經歷了很長的一個轉變的過程 魚皮畫現在作為旅遊紀念品也好 或者作為文創產品也好 所以它內在的就是為了表達我們對生活上的一種期盼 一種對吉祥平安的一種向往 剛才運動也是在可是洪水 剛才運動也好 後來我們下來